全美慈禁幹部研習營 終於又能舉辦試題課程 超過一百位年輕學子 利用暑假齊聚在慈濟北加州分會 慈濟北加州分會 慈濟北加州分會 慈濟北加州分會後 三年後 我們能夠聯合起來 我們尊敬這個機會 謝謝你們的能力 帶來慈濟北加州公園 全美各地年輕菩薩們 也結合了很多本地的這些志工們 可以利用這個營隊來互動 來提供服務 同時一起來學習 我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高興 這次營隊主題是青年巨星光 點亮人間路 希望年輕人發揮一世代的影響力 傳播善的能量 整個整個計劃 整個計劃 感覺到我們做了 我們做到什麼 我們現在要做到 我們現在來做了 我們非常有趣 很興奮 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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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開場的開場 開場 開場 我們可以保持 所有人安全 但也要保持 所有的 所有的 開場 開場 我非常期待 開場 這是我的第一次參加在場地 後來只能參加在場地的一場 參加者們這次可以期待 有一個很溫暖的環境 有很多人來幫助他們 幫助他們成為人生育 和自己的教育 如何維持教導師的教育 除了講流利的英文之外 希望也學習講中文 跟上人分享溫馨的日常點滴跟足跡 再次參加 參加 從線上轉為實體課 年輕世代的活力展露無遺 期待四天課程結束 大家都滿載而歸 大愛新聞 馬越 蒲言新 美國報導